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开始开始 开始开始 因为我刚那个假期回来 然后伊凡明天要出发去东京了 所以这个interview也是临时起义 我最唯一以为你现在这么晚来了呢 我准备一些那个问题 那我就看着问了啊 然后你的名字叫Yvonne Yvonne Lee Yvonne是我德文名字 但是我父母的中文名字起的是李一峰 你会写吗 会写啊 你待会写写给我看看 可以可以 然后你是几岁开始打球 五六岁大概就在俱乐部 我爸跟我哥在那边打 然后我哥每次训练 然后我爸就带着去 然后我们就在旁边在半程间 所以最早是你爸爸跟哥哥先打的 对对对 然后所以帮你带到球馆 然后你觉得好玩 嗯 也不好玩 不是我觉得好玩吗 我小孩子我就这样他叫我打我就打 OK 但是我估计我爸也看到我还要蛮有天风 然后就一直支持我要 接接接接下去 嗯 然后我们就自己看啊哪里有什么办法可以练一下 然后他就跟我哥跟我一起 所以这样是开始的羽毛球 嗯 对 你的父母是哪里人 他们两个是从上海来的 从上海来的 你有回去过上海吗 嗯 一次 回去过一次啊 以后要多多回去 如果这个疫情过去 但是我们打了比赛两次一次在昆山 然后一次在长州 都是在上海的附近 对对对 然后我就看见过我的什么 亲戚 对对对 啊 OK 那你打球到现在 你又算你打几年吗 你是98年出生对吗 嗯对 所以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球员 不年轻的 不年轻啊 不年轻啊 所以你打这么长时间 有没有羽毛球的偶像 偶像 icon 就是 idol 偶像 没关系有就有 小时候就喜欢看林丹打球 林丹 南丹哦 就是一直 就是非常 精彩 他们 就是林丹李正维他们碰的的话 一定看 我们全家都 全家都看 全家都看 我们全家都是球迷吧 哦你爸妈现在有比赛也会看 对 肯定的 就是不光是你的比赛 其他比赛也看 嗯我 特别是我妈 我妈是我们家打的最弱 但是她 最喜欢 看是最取决的 她全部比赛都喜欢看 OKOK 嗯 然后每次骂我 然后她每次问我 啊 我在家里骂你 你耳朵在场上就疯了 哈哈 哈哈 呃 因为我知道 欧洲的选手跟 亚洲的选手 有在呃训练程度上有点不一样 因为亚洲选手很早就可能减少很多读书 那欧洲选手 其实一直到至少到18岁嘛 嗯都知道读书 而且我听说你在高中的时候读书 成绩很好 你的RB2 就是德国的高考 对 呃成绩 还不错 还不错 还不错你还不错你那个害羞什么 我都也不知道我怎么考得出来 但是呃 因为我爸妈一直说 羽毛学很重要 但是上学也 至少一样重要 但是应该比比打球还要重要 还要重要一点 所以你的RB2成绩 我RB2 但是我为什么德国的学习也不太难吧 哈哈哈哈 但是因为你训练的时候 有时候你现在读大学嘛 嗯 然后我看经常如果你早来还在捧着书看 因为要考试的时候 考试多的时候 哈哈哈 嗯 很辛苦 考试的时候真的是很辛苦 很辛苦 包括现在啊 嗯 但是就是要坚持啊 你的专业是什么 嗯 我 英文叫Industrial Engineering 就是 工程设计 啊工程 Engineering 叫 嗯 工业工程 学 哈哈哈 是你要翻译的不是我 你 你的英文好 你做比我好 那你一定要翻译的 那所以你那个 哈哈哈 反正是什么 是Economy跟Engineering 就是混在一起的 还有包括Economy 对对对 就是Economy是 百分之四十八 然后 百分之三十是数学 然后百分之三十是 Engineering的 Engineering后面是 如果是做的话 是成 Technician 嗯 因为这是混在一起的话 就是 我估计我也不会做什么 Technician 但是我是做 这样 在中间的 就是 不是 有全部 就是 有专业的人在 Economy 里面 然后有专业的人 他们在这个 Machine 所以你是一个 Intermediate 对对对 OK 我就是这样 的 Cut 就是这 Not 就在中间 跟他们两个就一起 打交道 对对对 所以现在成绩还OK 我 不说 不说这个 不说大学 我说我学校成绩还不错 大学我觉得比较难 就是 这专业吧 也是 我觉得比较难一点 然后 打球打这么多 而且 训练很多 我觉得打球现在是我最重要的一个事 嗯 大学就是一个是在旁边那边的 不用 要特别 所以你的 这个 Time Arrangement 也是要很重要 嗯 还蛮重要的 对吧 但是有时候我也懒 嗯 你 平时生活方面 嗯 因为你是 父母是中国人嘛 嗯 然后你是在德国 出生德国长大的 对 你喜欢吃中餐还是西餐 中餐 你自己会不会做 嗯 我说我会一点 几个菜 但是就是很很普通 很很简单的菜 呃 你给自己打分吧 呃 out of five out of ten out of ten 我亚洲菜怎么操呢 对 我会做饺子 我会做馒头 你包饺子吗 对啊 哦那很厉害 但是我不会这么 就是我 那就很厉害了 但是我不会烧很多菜 就是你会做鸡 我的菜就是都是混在一起的 你知道吗 味道怎么样 我要试看看 哦 不要不要不要 我是做的ok的 嗯 嗯 你现在打到 因为你过了考完高考以后就成了职业球员 嗯 在国家队 那你当然参加过很多比赛了 嗯 呃有没有一场比赛 就一场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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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或者或者你青年时候的比赛也可以 我青年比赛的时候有一个是 就一场比赛 欧洲杯 五十七半决赛 是半决赛 应该是半决赛 是半决赛 是半决赛 打了一个西班牙对手 嗯 然后第一局已经输了 第二局 落后18比20 嗯 然后后来赢了24比22 然后第三局21比13 还是45 还是什么 那反正 反正是打很苦 但是赢完以后感觉很棒啊 对对对 是不是很棒 因为 这种比赛已经快输了 然后come from behind 嗯 对对对 特别是欧洲杯吗 还比较重要 到后面我全部的比赛都赢了 然后就拿了欧洲杯冠键 五十七的冠键 五十七的冠键 就是 第一次拿到 这么重要的一个关键 重要的比赛 就这感觉就非常 啊 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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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怎么庆祝呢 庆祝就Celebrate 对 Celebrate 就喊了一大声 哈哈 后面呢 比赛结束后面 后面 没机会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星期间天安达的比赛 然后晚上回去 我们星期一只要升考四个学校 你看看 这么辛苦 这么完蛋 特别是我那学校的 不是专业 就是不是体育学校 就是普通的学校 那时候还在汉堡是吗 对那时候还在汉堡 然后我就星期一早上就回来 就回到学校 早上 然后全学生都是 都要学习 学他们考试 我就回来 我对我朋友说 哎你知道什么什么什么 怕现实是 啊什么 啊我赢了欧洲杯冠键 他们都没理我 他们都准备要考试 对啊 他们都准备考试 对啊 他们都没理我 他们就说 OK 然后回去 就说 哎呀 好伤心 所以 没有连庆祝的机会 都没有 庆祝是一级的 就celebrate 嗯 就没有连庆祝 你回来马上就考试了 嗯 是的 我都不知道 到后面 回家的时候做什么 但是没有很多时间 但是反正 很开心 家还是开心 很开心 然后我哥 欧洲杯前面还跟我说 如果你赢的话 我给你买一包 土豆 chips 你知道吗 chips是reward吗 哈哈哈 就玩笑 这样说 然后我赢了他就想 啊 我会给你买一包 哈哈哈 谢谢哥哥 哈哈哈 OK 嗯 像奥运的积分赛 你知道qualification 打了有一年 当然有这个pandemic 嗯 然后这个时间 又往后延了一点点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一个过程里面 呃 什么是最困难 或者哪一个 最困难 最困难是 选打哪一个比赛 因为现在我们 世界上有这么多比赛 你每次要选 因为也有几个比赛 就是一样的时间 同时在打 对对对对 但是在不同的地方 有可能在亚洲有可能在欧洲 对对对 然后你都不知道哪选哪一个 然后在后面你选一个 然后看啊另外一个比这个如果多了 你就完蛋了 是是是是 然后每次要什么要organize很多东西 然后我那时候就排名40吧 还是30在后面 就如果我要参加大比赛的话 我都不知道 在waiting list 对对对 每次就三四天前面才知道 我可以参加还是不参加 然后每次都没订票 没订旅馆 然后就还有两天还是几天 我就突然全部都要订 就对我来说很就是很麻烦 很让你不安静 去比赛打球 是是 然后还有困难的时候是 就是你有 应该你是你的队友 但是因为你的打二元和你争这一位 然后每次要看对手 然后或者也是队友看要希望他输 这样的感觉就对你心里很难过 是因为名额可能就可能就因为如果要两个的话 必须在两个都在前十六 所以难度难度很大 所以就是比如说在球队里面有一到两个 或者两到三个 你怎么只能去一个 那很现实大家都想去 对对对对 所以希望自己赢的同时 然后当然有时候也要希望竞争对手 如果你自己打得不好的话 你就没办法 你就是要你就是因为你知道是应该不是太好的东西吧 但是你还是心里希望另外一队友会输 但是应该是你是你的队友 对对对 你一次训练 然后这就是 没办法这是现实 这对心里真的就是就觉得每天天就是心情就觉得有点不好 嗯OK 这个我觉得讲的很真实 有些人不敢说 这就是事实的 对有些人是真的不敢说 所以说打奥运会在qualification会有这个感觉 都会碰到这个 肯定的 是 OK 然后 我们说说奥运会 嗯 呃 你有没有什么 呃 目标 目标 呃 可以不用说很具体 全力 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还说说 曾胜 有这样四个字的词吗 有有有权力增上 哈哈哈 有啊有有 啊我妈会很骄傲 哈哈哈 呃因为你的对手 你的那个group已经出来了 嗯 一个是不太好 就是很难吧 两个对手 有一个对 俄罗斯的对手也很不错 上次没机会就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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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我说连5050都不错 因为上次我说21比1321比13 我真的 我自己也打得不好 但是他也打得非常好 他实际排名也在我前面 反正他是 不错 就是还蛮强的选手 但是 我觉得这俄罗斯队的时候 他有时候 有可能打特别好 但是也有一天他不稳定 对对对对 你都不知道 你去你进比赛里 然后你就看 今天你会打得怎么样 但后面也看要 当然要看你自己 对对对 那奥运希望当然 是 前面 比赛前 呃如果人家问我 你觉得 谁会赢奥运会金牌 嗯 就是最可能会赢 我会说奥运希望 奥运希望 因为最近他 打几个比赛 都打得特别好 嗯 特别稳定 没有输 这他特点 是他特点 是他特点 但是我觉得 现在就是 这break 以后 他 你已经可以看他 努力的 就是训练努力 特别 特别高 就 比赛 就全英打得这么好 对 丹麦前面丹麦公开赛打很好 嗯 但现在我们再也争取了 对没错 哈哈哈 王教练常说 比赛开始之前 都是5050 嗯 对吧 因为是0比0 对0比0 他可能是 他压力可能也很大 呃 No.2 CD 他是3 3吗 3 但是开始之前 都是0比0 嗯 机会都50 看看吧 发挥 希望你把实力发 发挥出来 嗯我也希望 嗯 那后面呢 就是你现在还是个很年轻的球员 嗯 你后面可能还有10年 可以打球 啊10年 或者12年 哇 然后我已经35岁了 我觉得如果我可以 打下打到30岁 那已经不错了 不错了 OK那就说7年嘛 那后面这段时间 你可能还有很多很大的比赛 嗯 包括奥运会世界检标赛 嗯 我们 你可以 说说你有没有对你整个 就是career 嗯这个职业生涯 有什么希望 对希望不一定是要什么冠军 或者是你可以说一个 比如是world ranking 或者是欧洲的比赛 欧洲的锦标赛 你有这样想过吗 就是有一个目标 目标是 嗯我要 打世界啊 前面就是几位前母 就是我要跟世界最强的对手 嗯 我要 白白手玩 白白手玩 对我要这 嗯 我的level 要接近他 水平 对我水平要 像世界前面最高的几个 我就跟他们可以争 这样的 嗯 他们要赢你也没那么轻松 就是你要能跟他对抗 对 跟compete 对对对对对 我就是我也要做一个选手 在世界前面这样就跟别的世界最强的一起一直这样争争来争去 就是他们碰到你 他们觉得哦 不好赢 要很多啊 就是要打很多这样很精彩的battle 你知道吗 我知道知道 这样我如果我有可以打上这样的水平的话 我就已经满意了 嗯 但是现在的话我水平还不够 如果我碰到世界前五前十名的话 我还是太弱了 我还是输得太快 嗯 没有机会赢 啊 希望到后面一直练下来 然后可以跟他们就一起争 然后一起可以发 就是因为如果你有个精彩的battle的话 你要两个选手很强 对对对 是的 然后我要强 然后世界最强的也要强 然后这样 这样如果可以 我可以跟他们这样看的话 就不错了 所以你很享受比赛 我听你这样讲 你是很享受这个比赛过程的 对 因为也要看你自己的能力是可以达到哪里去 是 我这个我有自己要test 我可以达到什么成绩 程度 对 对 看看我最好的羽毛球是什么水平 我觉得到现在我还有可以打上去一点 ok 希望还可以打上去一点 肯定可以了 你你现在的排名是22 22 现在是你最高排名还是之前最高排名 嗯 暂时排名到你现在年龄你还算满意吗 现在这个排名 嗯我没想到我这么快会拿到22 但是也是肺炎的问题吧 因为很多亚洲选手没机会出去打比赛 这一年一整年比赛 然后我们欧洲还还好吗 很多比赛都是在欧洲的 嗯 嗯 然后我就抓紧了这个机会 然后 还打得不错的比赛 还拿了几个成绩 有几个比赛 有个丹麦一个在小布里肯 对 然后泰国也还可以 就是 就幸运一点 这样的 这样的 嗯抽抽的还不错 哈哈 然后我们就拿了很多分 没想到突然可以从四十三十七跳到22 这就半年之间跳上去的就 嗯 还蛮满意 ok 但是现在就是一现在终于跳上这前30名的 我现在有机会打最高的比赛 最高比赛 自己说我可以参加吗 也不能参加 我就全面都知道啊 我肯定会打这个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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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现在我就可以安安静的 呃 呃 准备 比赛 不用在那个 打比赛 然后可以跟最强的世界上可以 交手 对对对 好的好的 谢谢谢谢 那东西还没收是不是 明天要走东西还没收 那就 抓紧时间 抓紧时间结束 哈哈哈 那就祝你在东京 发出你的最最好的水平 然后享受你的比赛 好 好谢谢 ok 拜拜 然后然后如果以后有去中国比赛 希望中国球迷可以多多给一份支持 加油加油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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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